药方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自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尽神的觉 当我理解完第五点的话 第六点相对就是对抗我们不良的嗜好 记住 仍然是对抗 如果所以变成你 只要别人谈你这些不良嗜好 不良习惯 你已经反面了 你已经知道 你根本从来没有用对抗这个字 去对付你自己不良嗜好 不良习惯 你一定要决绝 你不要怪别人决绝 因为有时人家是忍无可忍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忍 因为我不接触他们 甚至我不对抗他们 我不用忍 因为事实上有些人 尤其是香港人 你不能骂 就算你为他们好 你也不能骂 那些人真的宁愿 没有信仰 没有救恩 他都信仰假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离开了石安 他仍然继续相信 他犯那种罪是上了天堂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宁愿信是一种假的东西 但其实他内心知道信的东西是假的 所以他才那么恨我们 他才想毁灭我们 他才觉得 是不断地不停地骚扰我们 因为他明知自己信的是假 而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能够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所以有些人就算是 真的有真理的话 他不是从善如流的话 你挑起他们的错误 告诉他们 他们不是行真理 或者说回事实 他们有很多时候承受不了 即是完全承受不了 所以变了索性 不如让他勾到可以 虽然很少 通常我见十个 即十个出现有这些事的人 基本上勾十年 真是勾回一个单赞 真的 是惊喜 但那九个是怎样 落地狱 离开石安 但问题 那个人勾十年的那个软弱 其实是我跟他谈五分钟 就可以解决 如果行听 但问题是不会听 如果我跟他谈了五分钟 他会离开教会 你明白吗 我宁愿勾十年 你想想 世上有人 是用十年去换了他五分钟的进步 竟然会有人是这样 但是我身边多的事 你知道吗 我身边多的事 这些人 在过去从开支教会到现在 留过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人 有些人 我只是跟他说五分钟十分钟 其实他不用兜圈兜十年或者二十年 不用的 而且还要兜十年 二十年当中 未必兜得完 十个有一个兜得到 即是会翻生 另外九个是死的了 即是八个九个是会死的了 即是信仰收工 是跌倒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宁愿这样 原因就是如果我所说 他还没重生 你重生的话 根本圣灵和你沟通的说话 是多么简单 多么简单 他针对了你的问题 但如果我跟这些人说 我原来要根基预备他们的心 预备他们的自己的 态度 预备他们的心理 然后他针下去的时候 告诉他你要用决绝的方式对你的怨弱 你知不知道预备多少才行 但问题是 通常人会这样 等你说到那些的时候 他们已经 完全预备不好的心态 去面对你所给他的教导 已经不行了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还没重生 他们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些教导 所以现在你或许会奇怪 我说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你和尼哥底姆说重生 为什么你不直接一心见血 说尼哥底姆的缺乏 他有个问题 你现在就明白了 因为他还没重生 你怎样跟他说那些 是说不到的 因为那就是他做不到的 你说有什么用 你说了之后 只是多了一件事 就是他恨了你 他害你 他反对你 明白吗 就是这样 所以变成 你不说 他还可能会继续 能够继续 是说法能够继续10年 能够过得到本来重生的人 5分钟可以过的一关 你想想 你要用十年去过人家 一个重生了5分钟的一关 当然是重生更好 但是很多人就是 不肯经历重生 因为重生是一个 切头切尾的破苦尋咒 很多人今年第一步也不做 所以变成会有那么多问题 但是他们不觉得 甚至不知道 他不这样做 原来被他生命的拖累 是大得那么重要 因为你说不到给他们听 因为他们太蠢 所以现在我再加上我的自传 他说给你听 因为你只说给他听 他们是不信的 我现在是贴在自传当中才说得明理的 才说得通给你听 才让你知道处境和之间的问题 原来人与人就是这么复杂 当你不肯重生的话 你会弄到这么复杂 就算现在人家帮你的话 一针见血能够帮你 五分钟之内是真的帮到你 但你能否承担得到 其实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说 肯定承担到他日常生活当中 24小时 每一次的祷告根本都是面对紧张的缺绝对付 但对于未重生的人 这些缺绝对付 五分钟是不行的 但你剖长一小时就变成了折磨 他一样是顶不住的 只能完全不说 让他兜 兜十年 或者有机会可以 而那十年当中他可以 十个有一个可以救得回 很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是一个惊喜 既然第六点 是我们要对抗我们人生当中的不良嗜好 那你就要知道 其实有些嗜好 其实在之前是没有问题的 但之后是有问题的 举个最出名的例子就是 Robert仔 当然我们知道Robert仔甚至 犯了同性恋这个罪 但问题是为何能够 八岁至十二岁可以说他人生当中信仰最出名最成功的时间 就是因为当时他放下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嗜好 但那个明明不是一个不良嗜好 但当他成功了之后就一定是不良嗜好 那个就是他吹喇叭和打蓝球 他放下了 这两件事是放下了 导致到你会看到 真的不是每个人 八岁到十二岁 即是可以说 在信仰上 在属灵上约尽到的阶段 能够跟当时代很多这些属灵的人 Lessar 森楼 Kennett Copeland Orobert 并架齐区 是很可怕的 即是可怕得很重要 原因就是你或者会奇怪 吹喇叭而已 打蓝球而已 一定不是神叫他这样做的 是呀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将要升高的位置 而去到那个位置吹喇叭和打蓝球 就会成为一个不良嗜好 所以如果所说 有些的嗜好 你拥有 但这个嗜好会不会再改良呢 比如举个例子 很早年你就会听过分享的见证 就是我最早年去打的游戏 就是叫SIM CITY 最主要是建立我自己对策略的 形式 最后我是学习打很多不同的游戏 都是为了这些的嗜好 让我能够去处理和解决教会很多这些问题 让翻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自从水和圣灵生力 就不能尽神的国 小杰,要未必有的审游戏 让生命情上 让光阴奉上 一夜转瞬间笑闪 背动潮楼朝张 月身凌途中 路远多漫长 上低片我手经过 引领我的方向 我心中那么充满新力量 似飞影金简似飞万丈 胜过黑暗力量 我一心八段字句 要向着圣宫迈向 永远共耶稣答上 我心中那么充满新力量 似飞影金简似飞万丈 胜过黑暗力量 我一生八段字句 要向着圣宫迈向 永远共耶稣答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